嗨,大家好,我是云仔 今天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针织的合集 这也是这些 一共有1234567件 就一个一个给大家看吧 这个针织毛衣呢 是我在一个叫ManyManyMood 在那边买的一件毛衣 长得特别可爱,比较短 大概是到这儿 屁股上面一点点 穿上去就会写得特别活泼可爱的感觉 而且这个颜色不是那种艳红色 跟日常一些不会那么凸显的感觉 在这种红色针织上面 可以带上这种金色的项链也会很适合 那这个ManyManyMood的这个牌子 是一个谈光网店 大家应该可以找到 我非常喜欢里面的小姐姐 好,那第二件呢是这个 这个是COS的 是非常短的一件 它是Cashmere百分之百的一件毛衣 所以非常非常柔软 这是我纠结了好久才买的 因为这个毛衣比较贵 当时我买的时候 所以25万元一件 所以纠结了大概五个月左右才买下来的 但是它的颜色呢特别温柔 淡绿色和白色混合在一起的那种 然后它的这种缝的地方都非常的细腻 一看就是做的特别认真的那种毛衣 它因为是春天的衣服 所以会比较薄一点 顶子啊,袖口还有这个底下呢 都有这一个白色的线 所以看上去呢会高级一些 比如说呢这件衣服呢就比较成熟一些 不是很适合学生搞 但是也就适合工作的朋友 可以在外面再穿一个大衣,毛衣都是可以的 好了,那从第四件开始呢就是一件开衫 首先是这一件衣服 这个呢是一个叫Krubust的地方买的 也是我一个超爱的一个牌子 那这个呢它的纽扣也是跟这个毛衣的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整体的衣服的感觉就是非常和谐的一个感觉 穿一下给大家看看 这种开衫呢就可以这样子 比较自然一点就敞开来穿 或者也可以扣上 然后这也可以不穿内裆,直接穿这个开衫也是可以的 它呢也是有一点点紧身的那种感觉 那第五件呢是这个灰色的开衫 这件衣服呢它是一个比较宽松一点的 那它呢也可以像一般的毛衣一样穿着 可以这样塞在裤子里面然后弄一个这个皮带 那还有两件毛衣呢是两个比较相似的 因为是那种大线针织毛衣 这样说好像用成外套来穿的那种针织 一个是Baby Baby里面买的米色针织 然后还有一个呢我是在Zara买的很多颜色混在一起的这种针织 这个Baby Baby呢它有很多的那种孔 这个孔呢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比较可爱一些,少年一些 跟这种帆布包包呢也很适合 最后一个呢就是Zara的改衫 那这个呢有一点点混着卡其色棕色那种 那我很喜欢它的扣子 它的扣子是这种贝壳类的这种颜色 那因为这个针织呢比较短一点 所以可以跟连衣裙啊这种穿也是很适合的 好了那我今天的针织片呢就到这儿了 那今天介绍的比较简单一些 下次呢我还会给大家看一些我日常的穿搭 还有我的包包分享啊 我的鞋子分享啊 我都会一一做准备的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也期待我下次的视频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